好我們這邊回到WCSWINTER 歐洲區資格賽第一天 那我們現在為各位帶來另一個PVP的對戰組合 那目前雙方是1比1戰勝平手 第三張地圖來到是亞歷克桑德桿 在地圖左上方紅色神族選手是Liquid Mana Mana大家應該對他就非常的熟悉了 地圖右下方藍色神族選手 夠不利 那是哥布林 哥布林不是應該選綠色嗎 這場再來看看別的 當然我認為 Mana的打法應該會比較趨近於 相較於其他 歐洲的神族選手 Mana打法應該會比較趨近於韓國選手才對 Goblin直接在地圖的中間偏上的地方放下了水晶塔 這邊來看一下 會不會你的建築學 一樣這個這一次就沒有 沒有把他完全封死 當對方偵查到你完全把門封死 就知道你要 一定是要打一波 要不然自己沒有辦法下去開二框 其實真的太虧了 雙方在開局選擇上的兵種就出現差異 Goblin這邊選擇的是兩隻教室 並且放下機械製造場 那機械製造場是直接放前線 至於Mana這邊則是生了兩隻追獵之後放下心機械製造場 那這邊的話應該兩隻教室清掉工兵之後 就直接往前線 兩隻追獵也會直接往前接 前線這個機械製造場 這個軌跡 唉唷 這軌跡 抓到你了 你還往上跑 這邊直接加速不休者 並且放下了第二顆電池 一隻追獵要拆掉水晶 需要非常長的時間 那這邊Mana順勢再從家裡拉了兩隻追獵 不過 就在這個時候 各位 哇兩隻教室幻影上來 不過Mana出門的時候就直接把不休者擋起來 所以我們也非常的聰明 那這邊Mana直接用四隻追獵攔截了 狗布林兩隻追獵 如果前線的不休者出來的情況下 勝負就出現一傳 這邊直接瘋狂把不休抬起來 在集火點的不休者 哇 不過這邊看起來 四隻追獵換掉了 一隻追獵跟一隻不休 那另外一邊則是一隻追獵對上兩隻的教室 這邊 這邊狗布林後面接的是冷靜 狗布林後續是接觀察者 然後冷靜當作傳輸的支點 現在部隊是要往前壓 這邊狗布林是要打一波 我們來看他的傳送門數量 目前是來到三個 Mana這邊在防守上來講 一開始是兩個 傳送門現在部第三個 要用鳳凰加追獵來做防守 不過 這個電池現在起了一個反效果 就是Mana的部隊完全退不進去 完全只能用這顆電池來扛 不過地面的追獵數量其實落差真的有點大 目前狗布林這邊的追獵數量是來到了幾 八值 有人靜可以操作的情況底下 就等於是一種夜象的閃現 那Mana這邊 是鳳凰在空空飛喔 拿這些追獵完全沒轍 想要從後方攔截掉人靜 不過狗布林這邊已經直接把人靜收起來 接著用運輸就可以進去 但是這邊就是點掉電池 大量追獵進來 點到這顆水晶就相對於遊戲結束 Mana只剩一個傳送門喔 但是 這個虛空其實就算出來 像上一場一樣 一隻虛空要解決這些 追獵其實也是不切實際的 那這邊用人靜再稍微操作了一下 追獵鳳凰飛上來 想說死也要把這個人靜點掉 可是 可是 就算點掉了 自己的攻兵也死光了 好 Mana在這邊打出了 GGG 這邊恭喜狗布林2比1的成績擊敗了 Mana